巴西龟的神经没有人类发达 感情也没有人类丰富 只有高兴恐惧这些简单的情绪表现 所以对于主人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 但是对于经常思维他的主人 因为每天接触会有条件反射 也会有一定的记忆 对主人会比其他人更具有安全感一些 所以对主人的表现和对其他人的表现不一样 比如主人抚摸他 他会愿意 也愿意主人去触碰他 但是要是陌生人 他可能会缩回乌龟壳里 或者直接发出攻击行为 主人抓他搬运他 他都不会有剧烈的挣扎和反抗 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去抓他 或者搬运他 他会拼命挣脱 或者直接攻击人 对于除了主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 都会表现出谨慎和恐惧的表情